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军560东莞舰561汕头舰两艘导弹护卫舰 其实均已于2019年内默默地退出现役 并有网友透露东莞舰早已被当作靶舰用途 最后现身祖国的海防事业了 两艘舰同属053H1G型导弹护卫舰 560东莞号于1993年3月在广东黄浦造船厂下水 1993年6月6日命名 1993年10月服役于南海舰队 2007年12月4806船厂改装 改装内容包括双联装97型100毫米舰炮 改为引擎79A型100毫米舰炮 上游2舰对舰导弹改为8枚 YJ83舰对舰导弹电子设备升级 2012年7月11日19时许 该舰在南沙半月交附近海域 执行例行巡逻任务时意外搁浅 7月15日50许 在救援兵力协助下自主脱潜成功 舰艇首部轻度受损人员安全 汕头舰也是同时期舰程入伍 后期接手了同样的改装升级 2016年后两舰随同全部6艘同型舰 转立海军东海舰队 近十年来随着执行高强度和平凡密集的日常勤悟 053H1G型导弹护卫舰 日舰损耗早已不堪正负 而其承担的职能也已被大量新舰服役的054A型 与056型、056A型导弹护卫舰所替代 这两艘护卫舰的退役也是新老更替 和我国海军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两艘护卫舰的卫舰